除了癌症之外 心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现代人 普遍都会面对的健康威胁之一 在现代人饮食过度 不均衡 和越来越精致的情况下 越来越常见 胆固醇过高的风险 也不再限于中老年人 好在透过饮食 可以有效降低和控制胆固醇 过去有不少的讲法认为 食物所咸的胆固醇 即是善食胆固醇 是造成人身体胆固醇过高的成因之一 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人体的胆固醇 由肝脏所制造 比善食胆固醇 减少饱和脂肪的摄水 更加有帮助 不妨以鱼和鸡肉为主 减少摄水红肉 例如猪、牛、羊、鸡蛋 以及全脂的鱼製品等等 烹调也应该以负行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 像橄榄油为主 现在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 反式脂肪会提高坏胆固醇 对人体的威胁 甚至高过饱和脂肪 大幅提高了心脏病发生的风险 而反式脂肪 主要来自以轻化植物油为材料 或者用轻化植物油 饭调的煎炸和烘焙食物 所以人造牛油、奶蒸 蛋糕、饼干、零食等加工食品 都含有反式脂肪 而牛羊的奶和脂肪 以及他们的製品 好像全脂牛奶和牛油 都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 所以都应该小吃 而食物中所含的天然腺植纤维 尤其是水溶性纤维 可以与胆酸和胆炎结合 形成分辨 排出体外 由于胆固醇 是胆酸和胆炎的成分之一 所以这样 肝脏便会消耗更多胆固醇 复含水溶性纤维的食物 包括烟物 腰斗 扁斗 苹果 香蕉 梨 布甘等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